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无其突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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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概 太不公平了 这样一个异谋杀人的罪犯 近来可以得到亲判 子派13年6个月 就就可以出来 然后这样的人 一定会出来以后才会重新杀人 2020年9月18日 悉尼中国籍女子于琪 2018年遭人谋杀一案 在新州高等法院1号法庭落下帷幕 杀死她的凶手 现年21岁的房客董硕 获刑18年 不得保释期为13年6个月 我绝对不相信她是在悔改 她是在利用法律的漏洞 法官刚才也说 她做了愣罪的动作 是为了减轻25%的队形 很多华人网友 也对这个案件的宣判结果表示唏嘘 认为法官对凶手量刑过轻 并表示支持受害人父母进一步的上诉 2018年6月8日 28岁的华英女子于琪 在悉尼Campsea的住处失踪 第二天早上9点 她的女室友随即报警 6月12日 于琪的一名男室友董硕 被警方逮捕 并指控谋杀 随后 警方在于琪的住所车辆中 找到大量血迹 7月25日 警方通过于琪的手机记录 在库林盖山M1高速公路 某紧急停车点附近的丛林中 发现了失踪近7周的于琪尸体 2019年12月9日 董硕在宝博地方法院 当庭承认犯下杀人罪行 法庭文件显示 于琪的租客兼室友董硕 当天晚上曾和于琪就缩短租约 以及押金仪式发生争执 而董硕还曾在网络上搜索有关 在澳洲进行故意杀人 会被如何判决的内容